Hello 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玩VR的姐夫 Apple Vision Pro的国区App Store应用商店 终于开通了 我当然第一时间去体验一下 结果我发现 国区跟美区的系统 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再加上港版的App Store也上加了 港版和美版的价格 相比起国航版又便宜一点 你一定会好奇了 国区、港区、美区的Fision Pro 应该怎么选呢 今天这支视频 我会对比一下 Fision Pro上三个地区系统的分别 在国航正式发售前 先来个系统预览 同时教你一个可以免费体验 Apple Vision Pro的方法 导致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手体验 那我废话不啰嗦了 这次开始吧 如果你有对比过中国大陆 跟香港苹果官网上的 Fision Pro技术规格表 会发现国航版的 一张App蜡蜡蜡 小了Apple TV 还有失控ID蜡蜡 小了iTunes Store 其他的硬件、软件 甚至配件都一模一样的 而我在美区Fision Pro 换了中国大陆区的Apple ID后 发现Apple TV应用依然存在 但是点进去后 就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 所以Apple TV上 那些非常好看的 曾经试试屏 包括国际R&B天后 Alicia Keys在里面前演唱 非常流产的90帧体育比赛等等 这些我觉得 是Fision Pro其中一个重大功能 在国航版Fision Pro上 可能就没办法看了 需要换去或者有 特别提供的App才行 我用赶去的Apple ID登录后 Apple TV是可以正常观看的 而且大部分电影和曾经试试屏 都填在了中文字幕 繁体和简体都有 真的爽太多了 在Apple TV里看曾经试试屏时 我们是在一个全黑环境下 看180度3DVR格式的视频 可能考虑到有些人 在看不到现实环境时的不适应 现在Apple TV还新增了一个功能 把曾经试试屏 改为在16比9的窗口播放 虽然画面被裁切了一点 人物比例不像在1803DVR里 跟真实一样 但是可以像空间视频那样看 我觉得也不是为一个好方法来的 基于App Store的区别 中国大陆跟香港的 我觉得基本上一样 不过广播版会有更多的 Fission Pro应用推荐 例如刚刚新推出的 京东Fission 大马白克Fission 腾讯视频等等 此外没有做原生Fission Pro 适配的iPhone或iPad应用 都可以在App Store里搜索到 例如最常用的 Bilibili 微星 小红书等等 不过要开发者自行选择 样不样开放下载 所以不是所有iPhone应用都可以下载的 例如我想要的剪影和废书 就不在里面了 生化危机师和死亡搁浅 也是没有的 玩好的方面想 或许这些应用都在开发 原生Fission Pro版本 其实现在Fission Pro 已经有不小好用的App了 而且有不小是国内开发者做的 有部分体验 比海外的应用还好得多 可以出个视频 专门量Fission Pro的推荐App合集 有兴趣看的朋友 再弹幕扣个1 让我加快记做进度吧 国航Fission Pro跟赶版和美版 还有一个最大区别 就是不能跟两个人或以上的朋友 用Facetime了 国内的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没所谓 反正在国内的移动互联网生态里 有更多好用的社交聊天工具代替 例如微信QQ等等 但是来到Fission Pro上 情况就有点不同了 因为目前只有用Facetime 能打开SpaceOS的空间之以下 并且用SharePlay同波共享功能 只要带上Fission Pro身处在异地的朋友 就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出现 除了可以像跟证人一样面对面聊天以外 还可以一起看电影 协同工作 打麻将 甚至玩游戏等等 而我跟小伙伴们测试过 国航Facetime只能一对一聊天 当增加多一个人过来群聊的话 通话就会自动被切断 也就是说 多人Fission Pro聚会就不用想了 只能玩一对一的应用 局限性在我看来是有点大的 我在想这个会不会影响 比如说多人一起玩桌面游戏的那种 因为他这个Facetime 本身跟SharePlay是紧紧绑定的嘛 理论上应该都是同样的规则 所以想用好Fission Pro的话 最少要准备多一个外区Apple ID 无论是香港的还是美国的都可以 至于怎么申请 中间有些什么坑 可以之后再做视频讲 其实我做Facetime测试时 有个小插曲 我的国航Apple ID 竟然不能在Fission Pro上跟其他人打视频电话 但是iPhone上却可以 问了一下苹果 怀疑是跟Fission OS 2系统还在测试版有关系 目前这个版本充满大大小小的Bud 有时候挺影响使用体验的 不过准备买国航Fission Pro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预展的正式系统是Fission OS 1.2 只要不升级到2.0的Beta版本就不会有事啦 其实Fission Pro跟其他头戴式设备一样 一定要自己亲自体验才行 只是看网上平面的视频 是不足以形容在三维空间里的全新玩法 所以我非常推荐去线下的苹果专门店预约体验Fission Pro 有专门的苹果店员一对一为你服务 惊心眼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可以现场帮你配好三英度数的骑士晶片 非常影响佩戴舒适度的这光面胶和头戴 苹果店都有其其寸 保证有最佳的佩戴体验 这些都是大部分市面上Fission Pro体验店最缺乏的配套 最重要的是在苹果专门店的Fission Pro预约也是 全球的苹果店都一样的 难怪早前苹果一开放预约 中国大陆的店就马上约满了 就在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 苹果又放出了不小的名额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去预约哦 我自己就约了6月28号首发当天的演示 到时候也会拍视频讲一讲具体的感受 还有一些Fission Pro售后问题 也一些心在现场问苹果店员 别错过我的视频哦 你弄明白国航跟其他版本的区别了吗 有没有什么Fission Pro的问题想我到现场苹果店 跟专家EV1查讯呢 或者有没有其他关于Fission Pro 更深入一点的体验想了解一下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呢 我会在下方不留言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珍惜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XRVR一个集愉快体验 和应该照项的XRR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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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